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两年 这次广义省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向交通部提交文件 申请对离山岛气场进行额外规划 然而 这份提议的特殊在于 该文件于11月18日 进航空局与省人民委员会 直接合作审议该项目的可行性后发出的 越南航空局局长订阅盛先生表示 国家气场规划包括31个气场 其中没有离山气场 在于该省的会议上 越南航空局允许当地立项研究离山气场 并将规划为民用气场 对于离山气场是否被列入规划早案 越南航空局负责人表示 在与各省市合作申请最佳气场规划后 该部门将汇总结果并将结果汇报交通部 此前 广义省人民委员会表示 有投资者有意向提议以公司POT 放置投资建设离山气场 广义省计划进站离山岛东边边缘的海域 为气场建设做准备 气场将是4系级 跑道长2件400米 可即将A320、A321等计刑 预计机场的营育能力将达到每年300-350万人次 机场投资估计为5万亿元南顿 POT投资者100%注辞 项目14基建为2023年至2027年 以上的信息已结束了今天活动讲经营新闻 请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